他们跟我们说了一个秘密 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您就老帮你媳妇偷偷干活 有这事吗 说准确点 实际是我媳妇帮我们干 哦 为什么 就是 我也很奇怪 你比如说那个 嘎那个 那个包米啊 对 嘎包米 高粱米什么的 高粱什么 我按着搁得比我们快 结果他说说说到头再接我 他们现在呢 就把这好听的话 按我身上了 也就是说 其实那个时候 你们俩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 是吧 对 我俩是 说土一点就是 我俩是订了婚 才走的 才走的 当时是这个 敖鸿先生说他接的你们是吗 对 他是 知青队长 是我们知青队长 也是我们村里最有文化的人 最有文化的人 要不他怎能识别 还有冒从你的呢 对 那你要说冒从多了 黑龙江说我是黑龙江的人 包括那个什么延绵王青什么 说讲那什么王青的什么 说什么都 但是这都是好事 都是坏事 对对对对 是 当时怎么去接的您 您还记得吗 太记得了 赶个牛车 牛车吗 牛车 我们村里公社是十八里地 对 十八里地 然后呢 从我们坐了那个绿皮火车 到了龟六花公社 然后就开始分车了 就以为到了 结果这个分的那个路上受不了了吧 对 正好你想是几月份 是十月份 好冷吧 已经秋收过了 地都黄了 都黄了 没有绿的东西了 天津擦圆了 地都黄了 然后我们男孩子 那时候不太成熟 对 女孩子就越走越觉得 怎么跟感觉不一样 对 就走走走 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 家里头娇生惯良 突然变成那个样子 我们现在聊吧 是故事 对 实际上你要是把自己 现在的生活 突然变成那么寒冷 那么偏僻 对 肯定害怕 现在有时候我们回忆起来 哎呀 当时这么苦这么冷 我们怎么也就过来了 你记得那时候 咱们是到冬天去捞彩虹 对吧 捞彩虹就什么 在雪地里 弄个耙子 铁耙子 就捞雪里那些个干草 干树枝什么的 然后那么一朵一朵打回来 回来烧这些东西 烧它 那我们就跟摄儿一样 就天津就跟着去干 干那些东西 后来他说两年以后 您去那个森井部队 对 也是他送您的 也是这样吗 对 他就是负责我们知青的事 所以来来去去 我们有事都找他 可你这五十年没见 你刚才走过去 你就能认出来 我还担心你 你长蒙吧 我觉得 我一开始就 看影子 我到一跟前 我认出来 都认出来 这个闹壳的名字 没问题 就铁宝 因为他比我们小的多 他名字我一下子就 想不出来 对 但是蒋老师 你看您这 铁宝 怎么也得录了有 大几百期节目了吧 第一次有人去您的 这个知青的地方吧 这么多年 录了这么多节目 录我知青那个村的 这你们是第一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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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您知道吗 蒋老师 您每次的节目中说 您是在哪个地方插队的 他们听到一次 都激动得够呛 对 村民们 那么高兴自己是 和蒋大为一起 曾经战斗过 劳动过 我觉得此时此刻 你要是能给他们 留下一些 值得他们回忆的 给村民们说句话吧 对 他们都会看这期节目的 村里的大叔大妈们 兄弟姐妹们 孩子们 你们好 龟龙河永安四对 永远是我的家 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 谢谢你们对我的关照 关怀和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 当时留我一个电话 有什么事 我给你们三个再照张照片吧 好不好 来来来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五十年前 他们在内蒙古相遇相知 为彼此的生命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十年后再次相遇 已十年过古兮的他们 依然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道不尽的思念 身体保重彩的 是 你身体保重彩的 好嘞 你见啥 好嘞 你一定给我留好电话 我这是 这么几十年了 第一次见他们 是不是心里边提示也 心里 这个滋味不特别好受 老朋友 我看你一直在控制自己 一下子 那你看他原来在我们村里 最帅的小伙子 最有文化 最帅的小伙子 感谢你们 给我 真的给我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 我没想到 说心里话 何刚来也好 周伟也来也好 这都是我的学生 这样为我一个村的老乡 能来 真不容易 感谢你们 真的用心了 做这些节目 谢谢你们 让我也原来一个梦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天津瑞士的 破老将军们 谢谢